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关于视觉障碍者的爱情故事,梁树光 两个同样参加摄影俱乐部的年轻人相遇了 囧植问女人小教堂在哪里,女人随即答应给她带路 上楼梯时,女人听出来囧植的脚步声不对劲 便问她是看不见吗? 原来囧植患有视觉障碍,但她并不是完全看不见 女人并没有觉得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视觉障碍患者 就这样两个人同时进入了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人男女老少不见,但所有人都一样患有视觉障碍疾病 与其说这是一个摄影协会,倒不如说这是一个视觉障碍文娱交流所 作为新成员,种植自然需要和成员们认识认识 原来给她带路的女人名叫秀英 秀英的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还能模糊地看见光 她原本是一名闻香理疗师 种植其实也是有一份很正经的工作 在琴房做着钢琴调音师 钢琴也弹得很不错 但因为视觉问题,她已经很久没有弹了 可是一件真正热爱过的事 又怎么能够轻易地放弃呢? 种植还是会偷偷地弹钢琴 被人发现后又会否认有弹钢琴的想法 一个善良的大叔看穿了她 把儿子买给自己的眼镜送给了她 除此之外,种植依旧参与着拍摄活动 其他人都有家人朋友的陪伴 所以每次她和秀英都被分在了一起 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就交流多了 他们会想象自己看得见对方的样子 朝着对方的方向打招呼 并用摄影机记录下这样的瞬间 在结束拍摄后回去的路上 秀英邀请窘植下周五一起拍夜景 回去后,窘植却发现自己的视力恶化了 室内明明开着灯,但她却感觉不到 与此同时,秀英也遇到了同样的窘境 复约时,秀英因为看不到楼梯 差点摔跤 当她把拐杖拿出来拄着走时 被一个老太太发现了 老太太好心地想上前搀扶秀英 却因此让秀英受到惊吓 老太太立马惋惜年纪轻轻 以后该怎么办呢 还拿钱塞到她手上 让她努力活下去 原本的一片善意 却让秀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好不容易到了约定的地点 两个人明明就近在之时 却必须打电话才能确认 对方是否到达 好不容易迥直发现了秀英 却因为秀英开了一个玩笑 让迥直大为恼怒 迥直当即准备回家 秀英也意识到自己的不对 匆匆向迥直告白 留下一个手电筒给她后就离开了 回家的路上 多亏了这只手电筒 迥直才能够得以安全回到家 同时她也开始察觉到自己的内心 她回去后 凭借大爷送给她的眼镜 终于还是开始弹起了钢琴 不久后 她再次来到了俱乐部 秀英正在他们俩的那张照片前观赏着 虽然她什么也看不清 迥直将眼镜带到她眼前 模糊的光线立马清洗起来 迥直用手比着心向秀英告白 羞涩却又带着真诚 而这一切都被秀英看在眼里 两个同样的年轻人就这样走在一起了 而这里的所有视觉障碍患者 都是他们爱情之旅的见证者 爱从来都不是用眼睛去决断的 而是在黑暗的夜里和最寒冷的冬天 你也可以大胆地牵起那个人的手 希望也不是用眼睛来决定的 不管在别人看来如何惋惜 但你知道自己始终身处光明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崖子